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这位学姐敬佩的不得了 因为她不但对府人大学有很重要的贡献 而且对我们故宫博物院保存我们中华历史的贡献更大 她退了修之后并且出了这些书 大家一定想知道 那我现在呢我就从头到来 我要请问一下因为博物馆学系 博物馆学系我的印象里面 那个时候台湾好像还没有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跟我的学姐 您是怎么样动心起念的 会从事博物馆这一方面 好的 这也是要回到我大学毕业 那时候应该是60年70年代末 69年左右 我一毕业 当时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要出国 那我记得我们同学里面 最后的那个暑假 有的是申请到美国 有的是申请到法国 那我自己呢 会比较认为就是 当你要出去的话 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要独守 所以我就用一年的时间 留在学校做助教 那做了一年助教 发现这个助教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那也看到了当时 各位如果是年纪稍微长 跟我们差不多的 这个年龄的我们朋友们 你们大概知道 那时候法国是学运 美国在有些大学里面也是学运 那我同学们 在留法的都又转到了美国 那我自己认为 既然是学法文 当然是到法国去学了 后来因为这个学运的关系 对我来说 我就做了另外的选择 我说还不如先留在国内 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当时我就申请了三个工作 我离开了这个助教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做的 那这三个工作里面呢 很有意思 同时在那个时候 都录取了我 好优秀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辅人毕业的学生 是非常非常热手 抢手的 我知道 我们外文还不错了 就是这几个单位 都是考我外文 所以也得利于自己的语文 那这个 第一个早上来通知的是 就是故宫博物院 那故宫院长的通知是 一个final的希望我们啊 就是能够 就是面试 最后的面试 请问那时候院长是谁 蒋复冲 哇 是一个宋史大学 是 是在台湾设立的第一任院长 他那时候接见 当时我接见的时候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 跟第二位进去出来以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里的薪水多少 哎呦 我说这个公务人员嘛 是两千多吧 哈哈哈 那个时候两千多一个月 对对对 我就是说 这个是我接到这个通知 可是在这个通知 没多久 这个美军公文台也来 也来通知了 打电话说 他说 Mr.快点过来 我们需要你 然后这个 因为我在那时候是 各位知道 美军公文台 他那时候Week Pay 所以薪水是不错的 薪水是不错的 那我马上跟他说 我已经决定到 故宫博物院去了 对不起 我就没办法接受你们的这个offer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决定了自己走这条路 那为什么 这个选一个 这个薪水非常低 因为我一直觉得 故宫是一个宝库 他的这个里面的知识 不论是文化、艺术、历史 是一辈子学不完的 那还真的是 我用了我一辈子的时间 学 就是学了一些 那这个 那到故宫 这个对我来说 等于是从头开始 完全从头 因为学的是外人 只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的到故宫的第一个工作 是做外语导览 那时候 因为自己是学法文 可是英文 我们在法 在俯仁的话 他要学 你英文一定要用 一定要 俯仁大学的英文是不错的 对 就是说这修女们有点早期 因为我算是第三届 俯仁第三届 我第九届 对 那时候 你不会疑惑 所以你怎么样也好 那我在俯仁大学 外文本身 法文跟英文是有它区别 可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比别人强的是什么 除了法文我们的学习之外 英文我们的平常也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训练下 我到了考进故宫 所以比别人强 我主动跟人士说 我可以考两种以外 那就是要考试考进去 要考进去 我想请问您 你看 美军顾问团的薪水高 顾宫博物院的薪水低 你那个时候怎么就会有这个智慧 要到 因为大学生 大学生通常都懵懵懂懂的 你真的有这个智慧 是不是因为 家里面的长辈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 或者你那个时候 怎么会做 完全自己的决定 了不起 也没有 只是一个念头 就是 故宫他是一个文化宝库 就这么一个念头 当时我说 我选对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会一辈子学不完 我就告诉我自己 那还果真是用了一辈子 他学得非常少 一点点 因为故宫 毕竟他的宝物多 然后他的历史久远 那里面长品的历史 非常的久远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学习非常多 我来获得也很多 不过我觉得您对故宫的一些贡献 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面 会寄您到一笔 因为你在故宫里面做了很多 这个所谓的创新的一些东西 是以前的院长都没有做过的 好 请您慢慢来告诉我们 好 事实上我是觉得 我得益于就是我自小 很年轻 18岁 对不起 一直到我到52岁吧 我就离开故宫 这个27年当中 我从导览做去 导览本来就是你要教 等于是教这些来故宫参观的人 所以你就要读 所以从外语的即进到的艺术史 我还是读了一个艺术史的硕士 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工作上更 就是在知识 在艺术知识方面 能够更深入 所以在我初进故宫导览 刚才我已经讲的是两种语文 就是法语和英语 那一年之后 就被蒋院长调到秘书室 做外语文书工作 那也做了不到一年 就直接调他这个基要 做了九年 就蒋院长 然后秦院长来呢 又说 秦校医院长 秦校医院长 他来呢 就希望我还是能帮他 所以也做了他的一年基要 第二年呢 刚好就是高层 就是我们有位副院长退休 所以呢 这个 当时就希望我接展览组 所以我三十几岁就在故宫 接一个最大的组 就是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组 因为展览组 它本身是办展览教育 还有展览设计 还有教育规划 另外还有一个公关也包括在里面 所以呢 在那儿就是学习很多 我想问您一下 您这样子 等于从最基层的开始 一直往上面走 因为你的表现 那个时候在故宫服务院 我的了解 女性的主管多吗 女性的主管 我们还有几位 是 还有一位是 后来都升到了副院长的张宁生 这个 他是我们的副院长 他从 也是从导览 后来进到这个 这个器务处处长 然后是副院长 在秦院长实习 他是副院长 另外一位呢 就是 袁瞻 也是我的老师 他是考我进故宫的 那时候法语 他是从比利时回来 他考我法语 所以他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现在是个大画家 国际有名的画家 袁瞻 那他呢 是个科技师主任 他从比利时学了这个 文物维护和保存 所以呢 他是 我们有三位 当时 算是 在其他机关里面 相对是比较多的女主管 对 因为其他的机关 女主管是比较少 所以故宫博物院 还是算是对女性 还是很注重的 你的能力 那您是不是第一位 是女性的院长 那头在民进党时代 有那个谁啊 林曼妮 哦 是 那是2000年 阿扁在的时候 哦 那我是国民党的第一位 是 就是2016年 2008年 2008年 也就是 民进党八年之后 2008年 对对对 2000年的时候 他们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前面的 我说我这样的一个 在故宫对工作的这个 所谓的经验 也就让我后面接任 这个院长 就会 这个 也比一般人要来的 得心应手 因为前面我有 就是27年的经验 从基层 然后当主管 然后这个 在教育 在博物馆的教育上面 我做了很多的规划 和推行 那这个呢 是这个博物馆的核心 在博物馆界 尤其美国博物馆界 有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 藏品 是这个博物馆的心脏 那这个 教育呢 是博物馆的灵魂 所以我就是 建于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理论 我设计了各 分明分类 分众 还有这个 不同 这个 民众的学习 按照他们的程度 涉及各种的 教育活动 那我最关心的还是 儿童 所以我儿童办 那个活动与创意 夏令营 而不 儿童与创意 这个联系营 我自己觉得 那个受到了 非常好的效果 也给了我很大的 这个 对教育的 这个所谓的信心 怎么样 透过文物 这个视觉的学习 让孩子们 能够 喜欢中国古文物 喜欢中国自己的古文化 中华文化 那深的一面 他们 借着这个图像 能够学习深刻 而且学得尽 那个 我讲的故事就是 那是个事实了 就是我那个 活动与创意 儿童的研习营 是设定在小学 分三班 一个是低年班 中年班 高年班 那是每年一个主题 我们从新时期之代 一直安排到青 那有一年 应该是第二届 第一二届前几届 有个小男生 她的母亲 有一天打电话 给我上课 就是 那一届 结束以后 那个 家长打电话 他说 周主长 我们要好好谢谢你 我说什么呢 他说 你们办的这个 这个 活动与创意 这个 儿童演习营 文物演习营 我的儿子参加了 他是三年级 他说 我们要知道 80年代的时候 台湾 这个 因为有钱嘛 钱烟角木 所以父母 一天到晚跑这个 这古董店 所以带着他的孩子 就进了古董店 那这个 一到门口 那个儿子说 妈 这个是半坡彩套 吓到了 吓到了 那怎么讲 旁边的 董店的老板说 哎 他说 太太 你这个儿子不得了 他是半坡彩套 这也不是说 他会鉴定 最重要的是在哪 就是 我们是 他来参加 你这个演习营 用了我们的设计 是 把这个文物 就是让他视觉化以外 再把文物上的 这些文饰 再把它抽离出来 用各种的方式 让他们去 对这个文样的认识 我们让他们画 我们让他 画在自己的T恤上面 然后染 然后呢 他自己就一定戴着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我们讲故事 所以各 设计成各类的学习 都从视觉的学习上面 增加他们的印象 印象深刻 所以他真的是内容 内化 内化 所以他这个 他不是说他会鉴定 他看到那文史 看到那个彩套 他就想到 我学过了 所以这个是半坡彩套 如果妈妈会是吓一跳 怎么这样子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也是给我 后来在这个教育上 我就觉得教育的重要 那这个是在故宫这一段 到俯仁 1999年 我就 那时候我觉得 故宫学的差不多了 那我一直感觉 这个台湾博物馆 缺乏专业人员 那我说我自己在这里 二十七年 从基层一直到主管 这种技遇 再加上 藏品是那么好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对 那我就想 我说我应该 去培训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太好了 那我回去 我们是私立学校 对不对 所以第一 我在还没有回去之前 前一年我就去 辅当跟这个 博神副理理人 是 那时候他 那时候他不认识我 我自己主动的 去跟他约了 跟他谈 我说 博神副 我要回来 这个 办博物馆学研究所 他怎么讲 你说 It's not in our priorities 你知道 我们府人大学的 神副很多人的副修女 都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 他就 所以 他就 笑死我了 他说 我们医学院 我们的这个 教育学院 还长了一大队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就想 好了 我还是气而不舍 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副校长 张德龙 张德龙 张神副 我这时候不问他 这个 我说 我要回来这个 我说 张神副 因为他交过我们法医 我说 张神副 我如果想回来办博物馆学研究所 你认为 要花多少钱 你问到重点 对 我说 多少钱 他说 这个 我帮你算一算 你看 一个研究所 独立研究所 他至少有三个老师 专任老师 我们就算他都是教授 这三位教授 我们就算他 这个 一位 大概一百万一年 你三位就三百万 然后 你的 总要助教 你知道秘书一位 对 对 那这我们算他一半好了 五十万 那是三百五十万 对 他说你所里面 开销啊 还有活动啊 对 就算那一百五十万 五百万 嗯 那个年代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八年 你想想那个年代 当时 这个 我就 我就是问了 当时这个 呃 就是 银行 银行的这个利息啊 你存款的利息 这五分利 嗯 我就算 那在一亿大概差不多 嗯 我说一亿啊 大概就 哎 够了 你就可以一年有五百万的 这个利息 哎 我说一亿好 我去募一亿好的 那我就 那我就 第二年就 回了府人是什么 是因为那个 那个罗修宁知病系 是 对修宁 他有神物馆 我们那有博物馆 找我去帮他们啊 是 那回去以后呢 我就有一天跟修宁说 我要成名博物馆学研究所 他说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看吧 我们府人的修女 跟这个神父 都非常保守 哈哈哈哈 也不是啦 因为他们还是啊 你也出现很管家 没有管家的 还是需要有 这个钱要守得好 对对 可是你是有一个创新的想法 他们就是守得 把他现有的东西做得很好 就好了 对啊 他们也很不了不得 我一直觉得 是啊 后来还是支持你啊 对不对 后来不管怎么样是你厉害啊 让compense他们 说服了他们 对不对 后来啊 后来我就 这个 就没办法 对不对 又碰到这个 这个邓小子 那个时候是金融海啸 哦 那金融海啸 哇 这就往下 那个 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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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募到 这个 林佩里 林董上 是 因为他有一个基金会嘛 对 他自己做教育 文化教育 对 所以他他捐了五百万 嗯 然后呢 那个 奇美的啊 许文龙 许董事长 他又捐了五百万 因为他是没说完 另外 周明老师 嗯 他捐了 这个文物 我卖了大概七七百万 就一千七百万 好厉害 那一千七百万 还是不够啊 我的理想是一一还差得远 这个时候呢 李林远 他们校长 李林远校长 是 那时候我在研究所 已经在这个 资品服装研究所 是 所以他是 渝滨 然后罗光 林远 是不是 对 后来我 这个 因为我等于是寄居在这个 资品研究所 那已经在募还募了一些 那就是要开始 要成立 他就是跟我说 我一定可以啊 帮助你 那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他一直希望我帮他做公关 我说我不做公关 他拳了我三次 第四次呢 我看他的诚意 我说这样啊 我说 李校长 我可以帮你做 可是呢 公关 我说我在过工作太久了 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我说你找年轻人 你就在公关里面 把那个资金分开 资金是 你把他独立出来 我帮你去募还 他说 哎呀好啊 他说 厉害 那这个 他说好啊 那我说好 那我就开始 那这个资金是 资金是 我对他有要求 我说 我不是募还专业 我说 我要找一个专家 找个顾问 你 你愿意 花这个钱 请个顾问 我就做 这是第二个条件 他说可以啊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我们班上雷崇瑞 Sophie Sophie 她好棒哦 她在美国就是专门做这个 专门替学校里面做募款的工作 她又是我的好同学 我一次坐在一起 她是我next door 难怪 所以说 她就很 会也是英雄 她就说了 她说 你要找我回去的话 你要先想好 我说当然 我一定会 不过我 我说我一定会给你 適当的位置 可是你 我就请你做顾问 可是费用呢 你就不能按 按美国的标准 没问题啊 你要到多少 都可以啊 那时候我就跟李校长 争取到一个教授的薪水 她就答应了 太好了 她答应了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 她在美国嘛 我就在这俘人 那时候她说 你把所有的俘人的 毕业的同学们的名册 把它整理 我说好 我就开始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 哎呀我发现 美国的怎么有一两千人呢 是 我说这个 我就跟她讨论 她说 她说 我说这个善用 我们这 那么多的学长们 他们在美国都成就很高的 那我就叫 那个时候 是 我就叫那个 我们的同学 我们同学都被我用了 哈哈哈哈 美国同学 我就跟那个烟炮 我的同学 我就跟她说 你帮我注意 我们在 俘人的 美国的同学里面 生意 就是事业做得很大的 只要她回台湾 你告诉我 哈哈哈哈 有一天她说 一网打尽 是不是 不是第一个 我先找第一个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他们有 他们也不会想到 要收钱 是啊 是 是 一个叫袁世奇的 经济系的 是 袁世奇 他那天要回 他回来 那房南就告诉我 哎她回来了 我给你她的家里电话 她说回去看爸爸妈妈的 我给你电话 我打过车 我说 哎呀 我说学长 我们想啊 这个你回来了 难得 校长啊 总是 我们这个校董们 想请你吃个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说好啊 好好好啊 这个啊 那吃饭的时候 哇塞 所有人请来了 我就问她 我就说 哎 这个我们现在啊 要怎么样啊 才能够 让我们这两千多位的 学长们都能够 这个愿意捐献 愿意 donate 她说 她说 这个很简单啊 哦 不再来 我走 是 那就 我走 你 你 有